新能源车走到头了吗? 2024年2月,美国多家媒体报道,拜登决议将放缓燃油车尾气排放的禁令, 原定要在2030年实现的减排目标也大概率会被延长。 耐人寻味的是,不仅是美国,很多西方国家政府都在新的一年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燃油汽车的政策调整, 从原来的严管严控变得有些暧昧,甚至开始重新鼓励燃油汽车的销售购买。 在你生活的城市街道上,电动汽车的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从一开始的新鲜事物到如今的普遍接受,我们国家响应世界汽车行业发展的潮流, 全社会对电动汽车的接纳度非常高, 政府出台的各种相关政策也明显是在鼓励拓宽电动汽车的市场, 现在不仅是国外电动汽车品牌,我们的国产品牌同样口碑不错。 那么欧美各国这一异常举动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难道是察觉到了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崛起对它们产生了威胁? 还是根据自身的实际国情和社会现状做出以退为进的战略调整? 首先我们来区分两个名词的概念,新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广义的范围, 我们能想到的除了汽油柴油之外的动力能源, 理论上都可以称之为新能源。 比如比电动汽车火得更早的氢燃料动力, 在差不多十几年前的时候, 加气都成了加油站里一个很时髦的动词。 当然,在这些所有新能源汽车的种类中, 综合成本、安全、稳定发展、前景等多方面考虑, 电动汽车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以至于我们现在听到新能源汽车这个词, 都会默认把它们全部认为是电动汽车。 实际上,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电动汽车, 它们最早的发源地都是在工业化进程初始时期的欧洲。 新能源这一如今看起来极具现代化甚至未来感的名词, 其实从汽车工业刚刚兴起的年代就已经诞生, 清洁无污染的新能源汽车注定是能与传统燃油汽车相伴相生的必然现象。 新能源车比燃油车早半个世纪, 为啥至今没发展起来? 公元1881年, 法国发明家特鲁夫设计制造出了历史上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而且当时的内燃机替代动力就是电力。 特鲁夫利用德国西门子电动机作为主要动力支柱, 采用千酸电池为汽车续航, 在那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大获成功。 当然,如果抛去工厂量产和市场推行的因素, 实际上的第一辆电动车出现时间比这还要早。 早在1839年, 苏格兰人安德森就已经给自家的马车装上了电子动力系统。 随着此后100多年的发展, 如今的欧美各国依然把持着世界电动汽车 以及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和市场主动权。 不仅如此, 他们的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依赖度也是越来越大。 美国5%的市场占有率算是比较低的, 欧洲很多国家都是保持在15%到20%不等, 最夸张的是瑞典已经接近80%, 直接颠倒了其他国家电车与油车的数据对比。 除了像特斯拉这种为电动汽车打造的全新品牌, 欧美各大百年汽车公司也在电车市场你争我多。 比如我们熟悉的奥迪、大众、奔驰、福特等等, 可以说,只要是能生产传统燃油汽车的地方, 新能源汽车同样成为了新的市场目标。 这些大公司还可以利用原有的竞争优势, 通过对人才和技术的吸纳, 把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再次抬到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就是在这种形式下, 欧美各国却不约而同的选择按下暂停键, 以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试图放缓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这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就拿如今欧美各国针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来看, 你不能因为他们放缓对燃油汽车的限制政策, 就以为会对前者产生不利。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综合多个方面考量后的以退为进的方法。 首先是对新能源汽车行业自身来说, 这么多年一直采取支持政策, 自然而然会导致一些生产厂家的懈怠。 这个道理很简单, 加班加点设计生产出来的新能源汽车能拿到政府的优惠和补贴, 不用加班加点的产品也能, 那谁还愿意多付出那些劳动呢? 假如我们公司生产一辆新能源汽车, 政府给我们一部分补贴, 竞争公司同样能够拿到这笔钱, 那我们之间就不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 甚至可以是一种合作关系, 以拿到优惠补贴为目的, 而不是再去比较谁家的产品更好。 对于从业者来说, 这样的情况短时间内当然是利好的, 但是长此以往绝非好事, 新能源汽车由于各种优惠政策而不思进取止步不前, 变成温水里的青蛙, 越来越趋近平庸, 到时候还是整个行业要受到损失, 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是时候停一停政府支持, 让车企有点危机感了。 欧美不搞电动车了? 欧美近来放缓新能源车的发展, 除了想用激将法倒逼车企成长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关于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了。 从90年前的罗斯福新政开始, 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思想, 就一直刻在一代代欧美政客的从政理念中, 他们深知这支有形的手站在最高指挥点, 能够帮助各行各业梳理清楚发展路线。 单纯的从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出发, 根据使用成本能源消耗, 环境保护等等现实因素, 燃油汽车有朝一日肯定会被新能源汽车取代, 不管是几十年还是上百年, 就像他们当初淘汰蒸汽机车, 蒸汽机车淘汰人力处理车一样。 但这是自由市场法则, 不是社会制度, 如果做事燃油汽车被彻底淘汰, 这些相关从业人员怎么办, 公司工厂怎么办, 甚至还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就拿美国来说, 公用公司和福特公司都属于工业垄断组织, 他们不仅为自己生产产品, 还为国家生产军用战略物资, 这是非常关键的, 也是特斯拉这样的新型企业所做不到的。 最冥想的是韩国, 一个三星集团就占到他们全国GDP组成的20%, 随便咳嗽一声, 整个韩国都得震一震, 政府不可能不对这样的企业进行保护, 甚至政府的安全还需要被企业保护。 这是咱们之前提到的美国总统拜登之所以决议放缓燃油汽车限令的主要原因。 限令是一种态度, 是政府的态度, 也是人民的态度, 更是市场发展的态度, 这是凭谁也改变不了的。 但政府是由人组成的, 人就不能只抱着客观规律办事, 还要有主观层面的考虑。 换句话说, 燃油汽车可以被淘汰, 可它不能这么快就被淘汰, 政府依然需要燃油汽车带来的利益, 比如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利益。 在欧美日韩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政府组成的背后其实都是各大财团的竞争结果, 他们选出一位总统也好, 首相也罢, 这位国家负责人首先要负责的, 就是帮助让他手握最高权力的财团。 中国古代也是如此, 许多进京赶考的举子家境贫寒, 京城里的大买卖家就会从中挑选自己认为未来可期的, 给他资助盘缠路费, 帮他一步一步做上高官, 然后再由他通过权力回馈投资方。 尤其是2024年, 美国又要迎来总统大选,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想要握紧手里的最高权力, 就必须找到能够资助自己的财团。 显然比起新型的新能源汽车, 美国政客们还是更看重已经垄断市场100多年的燃油汽车公司。 因此说到底, 欧美各国此次对两种汽车产品的政策调整, 也是基于各自的实际国情, 通过以退为进的方法, 对自身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有益处。 至于我们国家该如何应对, 同样需要从实际国情出发, 搞清楚世界经济市场的现状, 不能置之不顾, 更不能盲目跟从。 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目, 我们下期再见。